我们刚刚讲到磁化 不管你是顺磁物质还是铁磁物质 都是它磁化的时候 那就是有某一些的磁矩 跟外加磁场的方向 寻到同一个方向 就是外加磁场的方向 排列整齐 有某一些不是全部 好 现在我们去定义 你这个物质强化 磁化的程度 比较强还是比较弱 那你怎么定义它呢 那我们的定义就是这样子 这是每一个磁矩 排列整齐的磁矩 磁化以后 N就是单位体积有多少个 同一个方向的磁矩 如果单位体积里头的个数越多的话呢 那就表示它磁化的程度就越大 这个磁化的程度 我们用magnetization来表示 用它的第一个字母M 就是单位体积里面排列整齐的磁矩 那也可以用一种方法就是我整个物体它的总磁矩是多少 然后被全部的体积来除 这个也是单位体积的磁矩啊 排列整齐的磁矩啊 它的单位就是ampere per meter 这个可以从这个地方导出来 导出来 比如说我们把一个顺磁物质做成一个圆柱状 然后我们让它有外加磁矩 这个外加磁矩是怎么来的呢 就是由这个线圈 你看 这是I就是IF就是代表free current 一般我们这个电流 它做成线圈 一圈又一圈 每一圈的电流啊 都是IF 我们以前讲过啊 你有这样一个线圈的话呢 它当中就会产生磁场 对不对 这个磁场就会让这个物 物体 这个物质 磁化 磁化以后我们说 它里面呢 就会有许多排列整齐的磁矩 跟这个外加磁场的磁矩 方向相同 你看 外加磁场的磁矩是什么方向 I乘三 A I是这样子 所以 朝这个方向 那里头这个分子 我们现在看不到 比如说 我们假设 这个 在这个表面上呢 我们看得到里头都有这个东西 我们只是看表面上 我们把它划成好多好多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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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好像细胞一样 一个cell 每一个都是一个磁矩 那这个磁矩的方向 要跟这个一样的话呢 那你把这个磁矩当作是电流产生的 那么它电流的方向也是跟这个一样 也是这样子的 也是这样子的 好 那么这么多个电流在这个地方 那我们看 在边界的地方 这个电流朝下 这个电流朝上 抵消了 这个边界呢 这个电流朝这里 这个电流朝这里也抵消了 这个方向呢 这个电流朝上 这个电流朝下也抵消了 那就是这个边边上 没有人跟它方向相反 所以边边上呢 电流就是跟这个相同 因此它边边上就会有电流 当中的电流都抵消了 就边边上有电流 这个电流啊 这个电流我们称赖叫做等效电流 爱一 就是每一个都是爱一 那这个边边上就是它的爱一 这个边边上就是它的爱一 因为这个电流啊 只在这个表面上 里头每一层也都是这样子 在表面上 所以这个电流有时候 我们也称它叫做表面电流 好像有这么一个电流 但事实上它跟这个IF不一样 IF呢 我只要一个电线 一个通路 这个路接到别的地方去又回来 这个电线 这个电流会跑到那里去了 这个不会 这种电流 只在它本身的表面上 我们用这个Ie来表示 现在在这里我们就用这个图 这个是free current 这个free current 那它所产生的电流呢 都是在表面上 对不对 表面上 那这个好像说我们把这个线砍断 这边是出来的 这个是进去的 它是这样子的 一扎又一扎出来 那这个呢 我们就用Ie等于Is E是equivalent current S是surface current 那这个equivalent current呢 它现在我们就把它当作是surface current 所以这个时候 样品会在表面的产生的等效电流 用Is来表示 这个图 现在我们看 假设这个物体被磁化了 有表面电流 表面电流 磁化以后 这个磁化的现象 让这个圆柱体 顺磁的圆柱体 让它产生 总的磁矩 是等于什么呢 就是等于电流 这个Is 要记住 它是全部的Is 就是表面上全部的电流 是Is 然后乘上面积向量 这个电流是这样流 面积向量就是朝那一边 朝那一边的 所以μtotal是朝这个 朝那一边的 它的Volume呢 是等于A乘上L L就是这个长度 于是Magnetization 就是μtotal over V 这个被这个除 那A的大小都约掉了 就剩下Is over L 方向呢 就是朝Z的方向 我们现在Z 我是没有画出来 就是Magnetization 朝这个方向 Z的方向 OK 那么这个就是 你看 它是什么 这个大小等于什么 Is全部的 从这里到这里 总电流是Is 被L来除 就是单位 长度上有多少 表面电流 这个叫做 表面电流密度 Surface Current Density 这个 这个比上这个 我们就用Z来表示 它的单位向量 所以 Surface Current Density 它是等于Is over L 乘上Z Univector 要记得 这个顺势的物质 被磁化以后呢 它会产生一个 Current Density Surface Current Density 方向 这两个方向都一样的 因为这个相等嘛 方向呢 跟这个 外加磁场的方向 是一致 一致 这是顺磁 Surface Current的单位 Surface Current 它是 单位也是Amp 它被L来除 那就是Amp 就是Surface Current Density的单位 好 那 现在 我们看 反磁的物质 就一般物质都是反磁的 反磁性 但我们把 我们现在就讲 反磁物质 做成一个圆柱体 你通散电流 I Free Current 让它产生外加磁场 于是呢 它就 磁化 这个时候磁化呢 它的磁矩跟这个磁矩 方向相反 所以 你这个是这样方向 它就是相反的方向 相反的方向呢 根据我刚刚说的 它边界的地方啊 相邻的电流都 都抵消了 只有这个 这个地方没有抵消 那 就是Current Surface Current 就是在这个 Surface上面的 从这边出来 这边进去 方向正好跟 Free Current 相反 这个时候它的Mu Total Mu Total 就等于 Is乘上A 这个A呢 要看这个 反磁物质 它是这样子的 所以这个方向呢 就是Magnetization的方向 跟原来的这个 外加磁场的方向 相反 所以是负的 负的 OK 好 于是我们可以 求出它的 磁化强度 就是 这个被V除 这个被Al除 负JS 所以它就是等于什么呢 你看 刚刚顺时的Magnetization 是朝这一边 Surface Current 也是这样子流 那现在反磁的物质 它的Magnetization 朝这一边 那么 它的电流是这样子流 OK 你把这个要去把它 想通 好 现在我们要看 一个物质 就是被磁化以后 磁化以后 那么它的Magnetization 等于什么东西 好 那这就是 这个是我们画出 四分之一个线圈 四分之一个线圈 那么这个电流 粗一点的电流呢 就是 一般的电流 就是Free Current 也可以说是Conduction Current 我们有时候用Conduction Current 来表示 如果它是顺磁的话呢 它会产生表面电流 所以这个比较细的电流 OK 这叫做Surface Current Surface Current Surface Current 好 现在我们看 它里头的磁场是这样子 有Surface Current 产生的磁场 就好像我们以前讲的那个 线圈一样 它磁场这里进去 这边出来 靠下面呢 就是这样子出去 从这里回来 那么我们说在靠中间的部分呢 它的磁场呢 是一个常数 中间的部分是个常数 接近于常数 OK 好 那现在我们要看什么呢 我们要看这个东西 我们把Magnetization Magnetization 这个就是 这个短一点的就是Magnetization 这个是磁场 这个是同方向 这磁化的磁场 好 那我们现在要做 我们就说 假如我把这个Magnetization 圆着某一个封闭的路径做 封闭路径积分的话 值是什么 那我们就看 你要圆哪一个封闭路径呢 我们就在这里做 A B C D E A A B C D A A B C D A 这个长方形的封闭路径 好 做这样的路径以后 如果我们就知道 它这个积分就等于 就是从A到B 然后呢 从B到C 然后呢 从C到D 然后呢 从D到A 这个Magnetization 那现在我们就看看 这个Magnetization 在这四个路上面的这个特性是什么 比如说圆道A B 从A到B 我们假设 我们假设 这个很长 这个当中这个呢 是一个长数 那Magnetization 也可以把它当做是一个长数 那它的方向呢 就跟从A到B 所做的一个小小的位移平行 就是M 平行于DL 好 那么C到D呢 C到D 它在外面 外面没有东西被词化 对不对 没有东西被词化 那就是零 词化强度就是零 然后 我们再看B到C呢 B到C 从这一段到这一段 它的词 它的Magnetization 它的Magnetization 是个长数 但是它的长数 Magnetization 跟路径DL垂直 垂直 到外面来就是零了 Magnetization 就是零了 所以呢 你看 在这一段 B到C 跟D到A 都是一样 如果在样品里头的话呢 Magnetization 跟DL垂直 在样品外面的话呢 Magnetization 等于零 所以我们把这些特性 都带到这个式子里面去啊 我们就发现 这三个积分都是零 你看 这个跟这个 不是M跟DL垂直 就是M等于零 当然是零了 CD呢 M是零啊 所以这个就是零了 这都是零 就剩下这个积分 而这个M跟D 我这个应该写DL 我会写成DS去吧 这是应该DL DL 平行 那就变成MdeltaL MdeltaL 那Magnetization 我们刚刚证明过 它等于 Current Density 大小 等于Current Density 这个积分不要了 这个向量不要了 就JsDeltaL 于是呢 这个式子 我们就可以把它 写成什么呢 这个积分等于这个 你看 这个是什么 Current Density Current Density就是 单位长度有多少表面电流 单位长度有多少Amp 现在乘上L 乘上一个 全部的这个L 从A到 现在是从A到B 就是整个整个长的L 这个应该是写L 这个应该是写L 这应该是写L 这应该是写L 那么 就变成 变成 这一段长度里面的表面电流 表面电流 表面电流 它有一个Enclosed 就是通过这个封闭面的表面电流 OK 通过它 这个都不算了 这个才算 好 那这个 要记得这个很重要 这个很重要 这个式子我们称它叫做 磁化强度的安培定律 磁化强度 以前我们学过什么 B.DL 等于什么 μ0 I Enclosed 那现在 那是磁场的安培定律 现在是magnetization的安培定律 好 那么 我们看看这个 安培定律 这是一般的磁场的安培定律 这个I Enclosed 就是穿过这个封闭面的电流 这个电流啊 从前 在此之前 我们做的都是free current 都是conduction current 那时候还没有什么表面电流啊 现在有了 好 那么这个电流就是什么 所有电流都要算 有 conduction current也要算 有surface current也要算 所以这个current就是这样 有free current也算 有surface current也算 那这个free current摆在这里 那这个surface current呢 我们刚刚不是讲过吗 它就等于m.dl的封闭路径的气氛 对不对 好 那现在我们把这个沉开 把这一项搬过来 不是m.dl的封闭路径的 就是m.dl的封闭路径的 就是m.dl的封闭路径的 free current and closed 好 那现在 这是一个向量 这又是另外一个向量 两个向量的差 我们可以用第三个向量来表示 我们就令这个向量 叫做h向量 h向量 这个h我们称在叫什么 叫magnetic intensity 叫磁强度 如果我们把这个 用h来带的话呢 那这个式子啊 就变成这个样子 这是第三个安培定律 第三个安培定律 OK 第三个安培定律 那么我们现在 就看 如果是磁强度 圆着一个封闭路径 做积分的话 它的大小等于 穿过这个封闭路径的 自由电流 OK h厂的单位 就是这个单位 Ampere per meter 这个要记住 这个单位都要记住 所以你要做题目 题目里头 你把单位都要写出来 这个就叫做 磁强度的安培定律 那我们现在 小的三个安培定律 那我把这三个安培定律 全部列出来 第一个磁场的安培定律 第二个磁化强度的安培定律 第三个磁强度的安培定律 都列出来 那么我们可以看 磁化强度的安培定律 它仅仅跟什么有关 表面电流有关 磁强度的安培定律 磁强度的安培定律 仅仅跟自由的电流有关 free current有关 而磁场的安培定律 包括这个 也包括这个 所有的电流它都帅 将来我们还会讲一个位移电流 也帅 以上三个设计显示 磁强度H 仅仅跟自由电流有关 磁化强度M 仅仅跟表面电流有关 磁场B 则与所有形式的电流有关 就是我刚刚讲的 好,那现在 我们看 右图呢 是一个螺线环 它用N扎 带有电流I的电线 绕在空壳 这是空的 这是空壳的 没有东西 就是 等于说我们假想有这么一个甜甜圈 然后我们把电流 把电线绕成这样子的 这样子电流这样子流 那我们可以计算这个当中的磁场 这个我们都讲过 这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螺线环 对不对 就是螺线环 对不对 就是螺线环 这个就是螺线环 这个就是螺线环 你要算的时候 那么我们就是应用B厂 这个我们都用过 对不对 安培定律 我取一个同心的圆形路径 那我可以知道这个B层是什么方向 我们就从这个电流来看 这个电流是什么方向 从里头到外面的 所以它电流是这个方向 磁场是这个方向 磁场是这个方向 那我们就取B跟DL同方向 然后带这个式子 左边就等于B乘2πR 因为这个是有对称性的电流分布 对称性的电流 这个上面的磁场都一样大 因为它的环境都一样 所以它的积分就是这么大 然后这个右边呢 右边μ0I Enclosed 你看从这个封闭路径里 出来的电流就是 你有几扎就是几扎 你有N扎就是N扎的I 好 我们把这个带到这个式子里面 这个在这一边 这个在这一边 就得B乘等于这个 B乘等于这个 对 好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就是说 我这个当中不是空的 是用某一种铁磁物质做的 或者某一种有磁性的物质做的 不一定要铁磁物质 就是环心啊 是某一种材料做的 我们要求这个环心的磁场 假如我们还是用同一个安培定律 那就会出问题 什么问题呢 我们还是可以判断 不管你是free current 还是将来磁化以后 它的表面电流 它都是什么 它都是对称的 所以这个B厂 任何一个地方的B厂大小都相等 而且它方向是跟这个路径 平行的方向 那么我们这一边还是可以 求出来是这个 因为B厂是常数了 可是右边呢 I encloser是IF加IS IF知道 IF就是这个IF IS不知道 Surface current你不知道 Surface current你要什么时候才知道呢 你要知道它当中的磁场 你才知道它的Surface current 那也就是说 要等我解出这个资产是多少 我才知道这一项 现在我还没有解出来 我就要用到这一项 当然这不可行 对不对 这个是不可行的 所以 当有铁心 或者有某一种磁性物质做的一个圈圈的话呢 那么这个安培定律不能用 不能用 就是有磁性物质存在的空间 不能用磁场的安培定律来计算磁场 那么除了安培定律不能用之外 比奥Sava定律也不得用 比奥Sava定律 它是说有一个细导线 细导线上面有电流的话 会在空间产生磁场 那时候我们没有考虑它旁边有磁性物质 如果旁边有磁性物质 那你这个磁场不就会影响这个磁性物质吗 磁性物质被磁化又会产生磁场 所以你要求的那一点的磁场 现在除了电流产生的磁场之外 磁性物质的磁场也会影响到它 所以不能用 所以这个式子跟BuildSava定律 都不能用在有磁性物质存在的地方 就是仅适用于无磁性物质存在的区域 好那现在我们怎么办呢 你说刚刚有铁性 有磁性物质 这个定律就不能用来求磁场 可是我还是要求磁场 你那个不能求磁场 我可以求H场 刚刚因为有磁性物质存在 我不能用这个式子求磁场 可是我可以由这个式子求H场 因为它只跟IF有关 只跟FreeCurrent有关 可是你说你能求这个 但是我要的是这个怎么办呢 那除非是说 我把H求出来 然后H呢 又可以由H来求B场 那才有用啊 对不对 那才有用啊 否则的话有什么用呢